張師對我而言呢 其實他算是 其實說實話就是 我落榜的學校 真的是誤打誤撞進了這所學校 之後才開始認識了這所學校 這邊要先奉勸大家 就是落點分析這種東西 真的不能信 所以其實當初看到榜單 看到自己上的張師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應該是真的是被嚇傻了 真的讓我覺得特別有感觸的時候 應該是真的開學了 然後一個人到我的彰化生活之後 每一次當我搭上火車 從陌生的彰化回到 我原本最熟悉的桃園 這一段路上會讓我想很多 然後也可能會去思考 哇 我過去三年 高中三年的努力 在高中拼大學的日子裡面 我想過非常多次 幻想過我的大學生活 應該會是什麼樣子 但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的大學生活會在彰化 但是其實後來的我 也沒有想過 彰化 張師大 反而成為我人生中很重要的四年 來裡面包含了我滿滿的青春 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哇 青春珊你是理工科女士 那你應該很多人追吧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迷思 我覺得理工科的男生 看待理工科的女生 其實不會把它當成對象 他們對待我們的方式 比較像是多照顧一個妹妹的感覺吧 就是他們會把妹 他們會去外面碾花惹草 但是如果有人想要碾花惹草 他們班的女生 那他就會去給女生們一些建議跟忠告 會跟我們說 欸 你小心喔 那個男生他會這樣跟你說 他可能是因為怎樣怎樣怎樣 或者是當你生病的時候 他會覺得 其實多照顧你一個人好像也沒差 所以班上的男生真的會特別照顧女生 這是真的 但是並不代表會把你當成對象 大家不會注意到的是 那份孤獨感會是 比一般的大學生來得更加倍或更明顯的 以前我們是被動交友 交朋友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是上了大學之後 如果你不主動一點 其實你很容易會感受到那份孤獨感 那我認為其實理工科女生 這份孤獨感會更強烈 因為大家很容易 遺忘掉理工科女生 大家沒有想過是 大學裡面最常聽到的 涟漪夜唱夜衝 什麼什麼這些類的東西 這些東西其實跟理工科女生 一點關聯都沒有 那我覺得這一份孤獨感 在後來我進了一些社團 很難懂得跟別人交涉 或是主動的去交朋友之後 膽散了還蠻多 今天要重現當年的畫面 因為我當年其實有 擔任過了西蘭經理 然後每次他們檢討完之後 都會請經理到中間 然後謝謝經理這樣 那要來囉 要請隊長喊對不對 好來我們123謝謝求婷 123 謝謝求婷 就是這麼尷尬 大學參加過 我大學參加過吉他社學生會 還有一個很酷的 蠻特別的叫做服務性社團 然後我參加的是農村服務社 很酷吧喔 好像我不確定有哪些學校有 但是應該不是每一所學校都會有 我覺得每一個不同的社團 都讓我學到跟得到了很多 包括人際上面的處理 然後順便排解了我那一份孤獨感 大家應該最好奇的是農村服務社在幹嘛 對吧 它其實就是一個服務性社團 在張師裡面有很多這種類型的社團 就是我們會利用很暑假的時間出隊 去服務那些小朋友 去幫他們辦一個營隊 那在整個學期裡面 我們都是在籌備這一次的營隊 那要籌備什麼呢 像是我們會有營火晚會 然後會有一些愚性節目 火舞嗎 那是什麼摔火 摔火 喔火棍 摔火棍 然後還有火球嗎 蠻好玩的 然後我覺得在服務性社團裡面待過 讓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一份歸屬感 就是大家一起出去完成一個任務的感覺 那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 然後也非常非常的有那一副凝聚力 我覺得就像我剛剛說的就是 因為當初來到彰化就 不是出自於我自願嗎 對 就是一種被迫來到這裡的感覺 其實剛來到彰化的時候 我覺得我少了那一份認同感 沒有了那份認同感 其實做什麼事情都會覺得 我不要 我不想 因為我自己本身算是一個都市小孩 來到彰化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真的蠻不習慣的 因為不習慣這裡的漫步表 不喜歡這裡的不爭 所以就覺得為什麼大家都 過得這麼的怡然自得的感覺 在我的習慣裡 我可能就是非常努力 非常奮力往上爬的人 為什麼這些人看起來都這麼的 嫌逸 就覺得這不是我想像中的大學生活 跟我想的不一樣 因為跟我想的不一樣 所以我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我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沒有辦法享受 身為一個不是前無志願的物理系 那張式物理能給我的是什麼 張式物理出來的學生能得到的是什麼 我覺得如果你認真想學 其實任何地方都是可以得到的 雖然有它的難易度之分 因為畢竟環境會影響一個人 但是我覺得自己的心態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是想要朝科技也發展 其實基本上幾乎都會念研究所 張式跟其他學校的物理系比起來 最不一樣的地方應該就是因為它是師範體系的學校 師範體系的學校確實在教育的訓練上面是比較扎實的 如果你今天其實是對教育這一塊 或是你對當老師是比較有興趣的 其實師範體系的學校是很有資源的 所以我在大學裡面其實四年我把 地科生物化學 然後還念了什麼教育哲學 教育心理學什麼什麼有的沒的我全念了 就為了以後可以當一個可能高中的物理老師 或是國中的理化老師 像是有一些教授其實他們專門做的研究 就是跟物理教育相關的 我們也會修一些課是跟物理教育相關的 像是我以前修過一門還蠻特別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 他其實主要是在講 你要怎麼展示你要怎麼展演物理這個東西 給你想要傳達的對象 我印象超深刻的是老師的一個比喻 他就說你要怎麼比喻電流 你小時候念電流的時候 應該大家都是這麼比喻的吧 電流就像水管 然後電子就像裡面的水流什麼的 但是這真的是最好的比喻嗎 電線你切斷它之後 電子不會掉出來 可是你水管剪斷它水會噴出來 所以這是蠻好的一個反思 就是那水管真的是最好最好拿來形容 電子電流這件事情的嗎 如果我要教育我下一代 我可以用什麼更好的例子去舉例 電流這件事情呢 畢竟它是一個相對比較抽象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想想看 你覺得電流你會怎麼去形容它 在張師大的四年應該也算是我人生中的一個轉捩點吧 其實在彰化這四年其實自己也發生了滿多滿多的故事 經歷了跟父母之間的衝突 或者是像是感情上面的失敗 其實你必須自己一個人去調適你自己的挫敗 用自己的方式去讓自己好起來 我覺得這是在大學裡面每個人都會遇到的課題 想要在這邊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千萬千萬不要放棄 每一個你當下覺得你過不去的看 其實之後會想起來都會是一段很刻骨銘心的回憶 然後你也只會覺得 哇 你竟然可以撐過來 其實沒有任何一件事情真的有這麼這麼的難 我覺得在大學裡面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是 跟父母之間的溝通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成長 對父母來說應該也是 我們要懂得不依賴他們要懂得放下 那在這之間一定會有很多很多的拉扯跟溝通 我相信很多很多人都會遇到 包括我也是 但是我不認為衝突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反而因為衝突 所以我們才會有溝通跟磨合的機會 所以加油 其實在張獅我也經歷了非常多的事情 還有很多的第一次吧 就是在這裡 我也失戀過 叛逆過 失敗過 然後有很多很多的回憶 很多很多的學習經歷 其實都是在這個操場中慢慢的消化掉 我覺得大學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好的社會化過程 有很多很多的失敗是可以被允許的 然後可以在大學四年來慢慢的修正 成為一個更完整的大人吧 一直有在收看我的頻道的朋友們應該都知道就是 我常常會提到我覺得到張獅念過這四年就像是 繞路之後的風景 因為畢竟一開始就不是我想到會來到的地方 可能原本我的路就應該直直的順順的 然後考上一所哇了不起的大學 然後繼續一路衝下去 結果沒有想到老天人爺讓我的路彎了一下 我沒有想過我會到一個這麼這麼鄉下的地方 這樣的話然後生氣了 不是啦 好啦我沒有想過我會到一個這麼 這麼淳樸的學校 但是如今再回頭看我會覺得 我所得到的也不少 甚至是獨一無二的 我現在回想起來我會最感謝最感謝的是 在我出社會之前 我曾經接觸過彰化這四年 在我離開了彰化之後 我一路從新竹再到了台北 其實慢慢慢慢的好像有一點又回來 步上腳步的感覺 台北真的是一個霓虹閃爍 快到停不下來的地方 新竹其實也是 每一個人都在為自己的人生生活努力 沒有人有時間 沒有人有力氣停下來多關心你一下 但這些東西 我都踏踏實實的在彰化感受過 我感受過在我最無助的時候 有人伸出了雙手 我感受過在我最什麼都沒有的人的時候 去有一群朋友支持著我 這些東西是在彰化四年我所得到的 或許對很多人來說 張實不是一所有名名校 但是對於曾經我認為是落榜 而來到張實的我 我看到的東西其實不一樣 我覺得我班上的同學可以分為幾類 這些人類呢都是我以前或是後來都沒有遇過的 其實像是我同學裡面有 私職超好很聰明 卻沒有那麼努力 或者是原來這世界上有人比我努力卻 不一定得到那麼多人 我在張實物理這四年 我看見了各種不一樣的人 我知道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很努力的一直一直在往前 但是因為我在張實看到了不一樣的一群人 他們用他們的方式 然後在這個世界上也有他們的一個位置 反而會讓我對於生活對於人生有了不一樣的體悟 會讓我覺得欠三要記得努力是為了讓自己變得更好 如果你在努力的過程中你覺得這麼的痛苦 那你何必要這麼的用力 我覺得在大學其實那個茫然感還是很重 就是從高中到大學都是不斷的不同的學習 然後經歷不一樣的茫然 然後對於未來的茫然 對於人際之間的茫然 然後還有跟家庭之間的衝突還有茫然 這些東西在大學裡其實真的很辛苦 想要鼓勵大家的是 其實只要努力過我們就一定會得到 或許得到的東西跟我們當初想的不一樣 那也有可能有很多不一樣的收穫 我還記得那時候還有另外一個同學 跟我很要好 那時候我們在大三的時候 真的是一起走在去學校的路上 在思考著我們的未來 他那時候一直覺得我就是要去當老師 就是我 我也認為我很適合當老師 那時候就覺得想要跟他一起念彰化教育類的研究所 然後一起去當老師 但是最後我覺得還是敵不過那一份許容心 就是想要對讀書生涯這十年來交出最好的成績單 所以我還是決定到教大去看看 這就是一條分界線 這就是一條岔路 我跟我同學沒有想過 我們就在那一次談話裡面 我們的人生就有了截然不同的結果 我覺得任何的決定都沒有所謂的對跟錯 那時候對我來說 最茫然的是 到底選哪一個是對的 我好怕我選錯個 但是現在的我會想要跟過去的千山說 你不要怕 你不管選哪一個都不會是錯的 只要你對當下盡了全力 然後你覺得你做出了一個最好最努力的選擇 那就不會是錯的 以上就是我張師大的故事 然後想分享給大家 一點都不特別 他可能只是所有大學生裡面的一個小縮影而已 可是他就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然後希望今天這支影片 能夠帶給你一些什麼 然後我們一起繼續為生活加油 加油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個喜歡 底下可以留言分享 你的大學生活 你的茫然的點是什麼 你的 你的什麼啊 反正你有任何想跟我分享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全部都會看喔 掰掰 其實你有聽過千山嗎 有 為什麼 我之前有參加自己的抽獎 然後有抽到抽 真的 真的 太酷了 你參加抽獎 你抽到了 就是一個那個 罐子 對啊 就是我 謝謝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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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